嗯 我是阿鐵溜 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的是 藝術就像杯水般的 然後當你要去裝滿它 你需要用很多的方式 裝滿 我首先來跟各位聊 鋼本太郎說的一句話 藝術就像是一種爆炸性的行怪 為什麼呢 因為在藝術界裡 如果你的聲音不夠 讓人有強烈的感受到 那個反應的想法 那不如不說或 沒有人聽到 所以當他在做任何每一個 藝術作品的時候 第一個要素是 那個創意想法 creativity 因為你要創造出 曾經沒有過被玩的手法 但並不是指概念喔 概念它是可以延續 以前曾經有過理論 但手法跟有數不同 就像大衛的雕像 其實大衛雕像並不是第一作 在大衛雕像之前 就三四件同樣的大衛的作品 當米卡朗基羅做大衛像的時候 其實在前三四個做大衛像的作品 都是在殺敵奮勇的努力往前殺 而到米卡朗基羅大衛 你知道他是在何時 他是在開殺之前的想法 他醞釀了自己 正準備要去打仗的那種精神 所以米卡朗基羅的大衛跟其他的藝術家的作品 遠遠的不同 他創造了一種 蓄勢待發的那種態度 手充滿了眼睛 熊啾啾氣啊 然後往前看 這就是想要跟各位說的 藝術的創意 idea 概念 當你要去裝滿水乾的時候 你要有不同的思想法 創意想法它非常讚很重要 然後這個是分享給各位 當你要想成為一個藝術家 記得你的想法概念要有所不同